哇塞 爆金了 一天不败家浑水难受啊 太急就自来 掉啥就穿啥 太任性了 我希望是一把枪一个六甲 最完美的组合 可别只掉个背包啊 看见了 爆红了 千万别只掉个背包 不是吧 头甲全在 再掉把枪吧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想要啥偏偏掉啥 没有枪才是最难受的呀 况且一个六级包连三图都进不去啊 更别说五图 这可如何是好 有了 加把手枪就行 而且是纯摆设 为了凑战被值 难受啊 只有一个六级包 打也不能打 扛也不能扛 当务之劫 先把枪买到手再说 没有比黑石够快的地方了 还摆剪个金条 不过没好枪啊 试枪就行啊 现在哪有跳飞减兽的资格 子弹也只能买点生锈的 现在总算可以自保了不是 总比人机强一点吧 本想再去地铁黑市看看有啥枪 不曾想遇到个人 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情况是我俩只能活一个 手连你怕不怕 装备不行 只能智取 对面好像是个六级 这怎么打 我两个甲都没有 瑟瑟发抖啊 浪费我这么多头体物 你该知足了 生命力也太顽强了吧 不过火候差不多了 该出锅了 打他 拿下 似乎有点黑 啊 人机都比他肥 这人怎么回事 装备我看还行啊 这个好 终于来了 起码是改进品质 还是子弹随便捡的七六二口径 终于鸟枪换炮了 再买个boss 防具这不就有了吗 雪球越过越大 都啥年月了 还能爆蓝光呢 整个人都不好了 问题不大 三兔就是boss多 爆进都有可能 吓我一跳 问题不大 接着上一把的来 首先进去把boss拿下 这边有个人 看都不想看 肯定不飞 还是小九宝 万一有惊喜呢 哇塞 开什么玩笑呢 爆金了 不是吧不是吧 还是个金翼WM 好家伙 惊喜来得好突然呀 新赛季敌人爆的第一个金 今天啥都急了呀 根本听不下来 看着体型好像不简单呀 赶紧舔包 说不定爆红了 不是吧 关键是个来人 可这不是个好消息 没办法 装备碾压 但问题一点也不大 现在好像有点大了 我真服了 还没误热乎就没了 这四条是啥都不知道 一波回到解放前 还得重新开始 心态有点炸 现在好了 更炸了 不是吧 三机甲和辐射板也没了 金枪是来刻我的吗 自从捡了它 我就开始变黑了 这次更加没办法 只穿了个六甲就进来了 果然有人 有没有机会 还是个六级 手雷就一刻的事 多好的机会呀 真可惜 舔完包要走了吗 我要有枪 它都成合八百次了 不管它 买枪要紧 nice 这个好 叫它了 最强补枪 完好的一样强 那六级要打boss 现在可以对付它了 啊 谁打我呢 刚从那边过来呀 刚才还没人呢 话说你的枪法有点离谱 四血被掉 不错不错 正好需要背包 这边再拿个头就完美 怎么是它呢 那六级呢 六级不会凉着了吧 不太像啊 也有点像 毕竟刚刚随时一把金枪 不知道能否弥补回来 最近的boss都这么穷吗 难道我太嗨 所以说不要放弃 我刚才多惨 现在又好起来了吧 谁又给我一枪啊 还是个G 这boss现在没那么听话了呢 不是吧 你还敢来 太有勇气了吧 直接忙你 它在瑟瑟发抖 啊